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小人觉得两人非常有CP感 该剧已经播出两集 官方也首次曝光了拍摄时候的花絮 孝战饰演的顾位作为医院的医生 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 拍摄余生请多指教的时候孝战刚刚走红 在片场他也完全没有拘谨 居然还叫周围的工作人员说重庆化为撒子 孝战在工作的同时乐在其中 不过此次花絮中他身穿的蓝色 衬衣却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因为本来就有超好身材的他 在贴身衬衣的衬托下 整个人身姿挺拔 而且蓝色衬托出他高贵的气质 杨子在电视剧中饰演一位大三的音乐生 所以在学校的场景也经常出现 在现场他变成老师给大家示范拍摄 时尚杂志时的一些小窍门 还引起校战鼓掌大笑 现场非常的欢乐 到教室以后 杨子又摇身一变成为杨老师 叫大家纪律等等 但是反而被排下的学生对了 因为杨子说要大家以后变成他这样的人 以他为榜样 谁知道被下面的学生反驳 像你这样没有男朋友吗 杨子的反应也非常真实 立马便连指着学生让他占黑板 确实非常搞笑了 于生请多指教这部电视剧 从剧情到拍摄现场氛围都非常轻松 相信整个团队是有凝聚力的 希望这部电视剧后面的剧情能够给大家惊喜吧 于生手铺花絮 校战交重庆方言蓝色衬衣呈亮点 杨子被学生对没男朋友 反应很真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